HELLO 大家好 我是具現化系的RICO 今天要做的料理就是空挺Dragons 裡面的龍尾三明治 準備高筋麵粉跟小麥粉 來製作堅硬的麵包 比例的話只要可以揉成團就可以了 把麵粉倒出來後在中間開一個洞 加入糖 鹽 酵母粉 水 揉成團 空挺Dragons是一月的新番 也可以說是新番中我最期待的一部 故事主要圍繞在一群捕龍的飛行船員身上 動畫中的龍存在著各式各樣 外觀跟攻擊都不同的種類 我覺得他們長得很像海洋生物中的海兔 雖然他們的存在為一般人的生活帶來威脅與災害 但他們的內臟 骨頭 肉都非常具有經濟價值 可以拿來當藥 食物 甚至雕刻成藝術品 重點是在捕龍後都會有小小的料理出現 這種簡單的一世界冒險故事 總是讓我覺得溫馨 極度推薦大家這部作品 當然一月新番還有很多好看的動畫 裡面也有出現不少食物 之後應該也會陸續的製作出來 揉成團後讓它發酵一小時 發酵完後撒上高筋麵粉 割出兩刀跟動畫中一樣的造型 送進烤箱 190度烤40分鐘 烤好後就完成了 不過剛剛撒太多麵粉要把它刷掉一些 這樣就完成堅硬的麵包 肉的話我選了牛菲莉跟牛小排 其實在動畫中可以明顯看出 作者大概用了哪些肉來比你龍肉 這次的三明治應該就是牛菲莉沒錯 在兩面撒上黑胡椒跟鹽就可以拿去煎了 把煎成三分熟的牛肉切成薄片 麵包切成動畫中的厚度 稍微煎烤一下 麵包烤好後在外圈放上飛粒 裡面擺入有花跟香氣十足的牛小排 裡面擺入有花跟香氣十足的牛小排 完成 試吃時間 試吃時間 いただきます 味道還不錯 有一種原始的感覺 雖然牛菲莉很有口感 但是還好有牛小排的加持 不然應該會沒什麼味道 雖然說本來就還不錯吃了 但加了芥末紫醬味道豐富超多 果然芥末紫醬跟牛肉就是絕配呢 那最後我就給這個三明治一個字 炸 因為肉都炸出來了嘛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開鈴鐺 想看什麼料理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動畫片段我都放在IG了 想投稿也可以去那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